刘强东在美国的案子虽然没有最终裁定是不是要起诉,但这并不影响刘强东和张泽天夫妇的大好心情。 两人被网友在伦多偶遇,夫妻俩非常恩爱,表现比较亲密,互动频频,看着架势,案子可能也有眉目,对刘强东影响并不大,或许无法立案。 张泽天曾经在中秋的时候发朋友圈,一家三口手握月饼,传达的信息是江河万世新,只要老婆立挺他,刘强东不会轻易倒下,毕竟是世界级的企业家,刘强东怎么会轻易倒下? 此班两人受英国皇室参加公主的婚礼,说明刘强东并没有被世界舞台抛弃,他还是那个屹立不倒的刘强东,而且也说明刘强东出入境都没有问题,想必他们并不是去存红毯,一定是受到皇室的。 再说一般人也是不能进到皇室的,刘强东和张泽天还换上了礼服,张泽天衣服和刘强东的领带颜色都是粉色,这算是情侣装嘛,不过因为是参加婚礼,增添了浪漫甜蜜的氛围。 两人深情对望,不知道气美的刘强东,一定很珍惜和老婆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 张泽天心情大好,身材依然很苗翘,虽然两人相差19岁,但看起来貌似很匹配,两人的礼服估计也是张泽天一手准备的。 张泽天便自拍达人,能够参加皇室婚礼的机会并不多,而且可能聚焦世界名人,张泽天一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,所以抓住机会尽情的留言,也是美美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